大家好,我們今天會教大家如何撕筆的盒子 需要的材料是一張長方形的紙 那我就會用小張一點的 對,我就會用小張一點的紙 事不宜遲,我們馬上開始 首先呢,我們就這樣做 這個位置同樣 然後反向另一邊 摺 摺 然後這樣對向那邊摺 這種紙比較硬 這樣摺在這裡 這個位置摺在這個位置 然後呢,把這裡打開,摺進去 把這個位置在這裡摺 再打開兩塊,再摺進去 再轉這邊 之後我們就這樣 同樣的做法都是這樣做 摺,摺,再兩個摺 那如果你怕它不穩定的 你可以用膠紙或者釘書機 所以用釘書機 不要釘太多,就是釘在這裡 這樣吧 你怕不穩定就這樣做 其實應該也不用,這邊不用 這樣就完成了 我們先打開它 這樣做 再轉另一邊,同樣做法 這樣就做了一個盒子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來到這裡 拜拜